你好,我們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們現在開始為您做教學展示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EGO Pro一個入門的範例 怎麼將資料輸入並畫出一張圖 並把它存成我們的檔 首先我們要在這一個File裡面開一個NewExperience OK,那在這邊我們就有一個Point 那我們開始輸入我們的資料 資料是依據我們的Tutorial01的 所以開始0.1 1.2 對不起在這邊1.2,很像我們在修改 1.9 2.6 最後一個是9.7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個名字有一個XTime的名字 那我們在Data裡面 理念一下 Web0這一個 那預設是Web0 然後我們把它改成Time 我們可以發現它Doing的不行 因為這Time已經是內建的專有名詞了 所以我們把它叫TimeVal 那這邊Doing這邊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改成這個了 好,那在 時間軸這邊OK 我們希望在Y軸這邊也可以輸入資料 所以我們輸入-0.12 enter 再過來是-0.08 那我們資料輸完把它名字改成 我們叫YVAL 在這邊Data裡面 把這個 這個 Web 線頭拖來這邊 YVAL Do it OK 那這邊POINT一定是從0一直累積 12345 然後這邊就放資料 那我們開始來畫第一個圖 首先 我們在Windows這邊 New一個Graph OK 那我們這邊就要設定Y跟X 在Y我們希望是YVAL 所以你要用這邊 那在XVAL 這邊我們用TimeVAL 那這邊YX都有的話 我們先暫時用它的預設值 複雜的我們以後再研究 我們Doing 那就畫出了第一個圖了 OK 那我們把它Save起來 Save Save 我們把它Save起來 Save起來 Save起來 我們就叫它 Tutor01 1 存檔 OK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 基本的展示 全節科技 謝謝您 再見